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嗨 小楊哥啊 男人最壞了 怎麼說呢 見一個愛一個 有嗎 沒有嗎 你都已經結了婚了 一聽到你的暗黑板林志玲 得了金鐘獎 就說要跟他打字 還說沒有 你講我們男人 那你們女人呢 對不對 我們這邊的型男對不對 什麼 連夢多跟杜莉你們也要 你們女人才是水性洋花 小楊哥 你講錯了 好 那說我們男人見一個愛一個 真的有這樣的事情嗎 有 有 我們來問一下 一直覺得自己很聰明的 女人團們 真的 你們聰明都很聰明 聰明啊 你要問我嗎 是嗎 第一個是我是不是 說他之外 三位有見一個愛一個的狀況嗎 沒有 是男生 男生 這個嚴重 說到見一個愛一個 愛壽烈的男人們沒人敢承認 杜莉怪女人明明知道他有女友 還來誘惑 費丹尼則認為女人太容易一見鍾情 到底新男們還有什麼樣的指控呢 請看今天的二分之一搶 你追男怎麼樣 得成殺 得成殺 對 他們才容易得手 我們要得手 反而難 小鐘你的意思是 你從以前追女生到現在都沒有吃到過 做悲劇 做悲劇 有吃到的就是成為女朋友 哦 就Gookie 我之前有交一任男友的時候 就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是因為他上一段感情剛分手 然後就很寂寞這樣 然後我一開始也沒想太多 不過默默的就在一起了 可是他 我比較好奇是你什麼時候有想很多過 有時候還是有 然後反正我們在一起之後 後來我也不宜有他就想說 可能是剛好遇到了 也不是覺得他花心 可是呢某一次他就要約我跟他的姊妹 他就說這個真的只是German的女生朋友 我們一起去吃飯 他好巧不巧我也認識這個女生 想說哦好吧那就一起吃飯 又說是你的好朋友 結果一去他就露餡了 因為我們一坐下來我嘛 然後他坐我旁邊 女生坐對面 女生朋友坐對面 他第一道開胃菜上來的時候 就是他略過我 他也沒有幫自己先夾 他先夾到對面給那個女生 然後我就覺得有一點怪怪 可能禮貌好了 然後他就先有一點頓一下幫我夾菜 然後接著那個他要 女生要去上完洗手間回來的時候 他去幫他拉椅子 就是一切都是先幫那個女生做 那種 還是他在那個地方上門他鼓聲 這樣 這樣 穿西裝又打球 什麼啊 摸層啦 看錯他又打球去了 等一下他要夾彎吧 然後自己女朋友來捧場對不對 對 夾彎 所以從頭到尾這個男人都沒有坐下來 就對了 夾彎 妳們白西裝妳不覺得怪怪的 最後 最後來去幫妳開車 因為車子是 他趴的人 為什麼我每次講故事 都被妳們弄到很歪 我還沒有講完 然後反正後來我就先覺得 我是那種第六感 敏銳度 我就覺得 他們應該有什麼 結果回家 回去之後我就問他說 你們到底有沒有曖昧過 或是有沒有在一起過 他就愣住 他說妳怎麼會知道 就妳怎麼會知道就是有嗎 我說所以有了 他說 不算啊 就是有曖昧過 然後有 睡在一起過這樣 但是沒有在一起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 然後那妳還把他介紹給我 當作是朋友這樣 他說可是我們現在就已經升華了 就只是朋友啊 然後這樣還不只這樣喔 因為 我就想說 這樣已經怪怪 因為這是我認識的 是升華了 還是彼此講好了 比 他說升華了 可是應該彼此有講好 因為女生也是很坦蕩蕩 他覺得沒什麼 那這樣我也就罷了 我們平常不要一起出去 我不要怪就好 你們還是可以當朋友 你們覺得你們升華了嘛 然後可是後來 陸陸續續就很多耳語發現 他跟我身邊的 至少八個女生曖昧過 而且我都認識 好多喔 好厲害喔 尤其是因為可能他登入電腦 就出去或幹嘛的 我剛好看到 就發現他對話記錄 譬如說跟這個女生聊天 我認識 我就好奇點進去看 就退退退退到一兩年前就是 寶貝我想你啊 來我家找我啊 就是現在都還可以當朋友 可是當時他們也交往過 也曖昧過 可是都是我身邊的朋友 他不會避嫌的 不要跟我交往 其實聽起來這個男生也蠻厲害的 對啊 杜立多羨慕啊 杜立多羨慕啊 有一點 因為他每一個都 可是你不覺得有這麼巧的是 距離得很好啊 沒有 有這麼巧的是 剛好都是同一群的朋友 然後都愛嗎 就是很容易愛上 有這麼容易的事 可是見一個上一個吧 哦 哦 然後他身好為朋友 想吃聽覺得是怎樣 我不是想說 可是見一個上一個吧 有可能 不是愛吧 這樣子男生不會覺得自己好累嗎 他好像蠻快樂的 而且後來我們分手之後 因為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路上一直遇到都是 表姐妹的 對表姐妹 但是我自己覺得過不去 然後我們後來分手之後 他下一個女朋友也是我認識的人 而且是我身邊的朋友 哇 這很糟糕耶 這最糟糕了 就是因為我們剛好一大群人都認識 所以可能聚會的時候都會來 然後他就會從 譬如說剛分手 就會從這個聚會 再認識下一個女生 然後就在一起 可是我覺得沒有這麼巧的是 就在同一群人 他可以愛上十幾個 是 那些你的朋友都太隨便了 為什麼每一個都願意 什麼可以 那個圈 每一個都願意跟他在一起 真的很奇怪 可是你們男生也很怪啊 為什麼剛好這一群裡面 你們會有十幾個都愛上了 我比較覺得比較厲害 這個男的都沒有表演啊 他有表演啦 可是 女生今天我覺得也接受了 就是 所以這個女生看 就是女生都會接受 可是我沒有接受嗎 我說其他人接受 他們還是在一起 但我就 我剛剛說這個男的非常厲害 是他已經表演 還這麼多女生都願意接受的話 就代表這個人 其實平常時候做人是不錯的 他平常因為是 感覺是單純的人 就是在我們這個年紀 感覺是涉事衛生 他只是很會演而已啊 他不是很會演 我覺得他是所有男人 羨慕的境界了吧 對啊 而且 這男的要不是長得很帥 要不然就是很有錢 重點是那些跟他一起 昇華的那些女生 那些女生也可以接受 他可以跟他一起吃飯 對 可以 我也覺得他們要平常用我的辦法 有一種可能是 這些全部昇華的女生 應該是 就是有過人之處啊 升過天之後才會昇華 對 我不懂了 有的沒升過天 他不會跟你昇華 沒有啦 他真的沒想 真的 還做什麼朋友 屁 OK 那賈志丁 你碰到的狀況是高中就這樣子啦 我高中有一個同學 他是 無縫接軌 無縫接軌 對 他就是 每一個感情 還沒有斷過感情 他就是肯定可能一個男生交往 但是有double到嗎 差一點 每一個是差不多這樣 他們就是在一起一段時間 然後如果他們開始感覺 有一些問題 可能是小的問題 然後他們不會想解決這些問題 他就會 開始跟另外一個男生曖昧 對 然後一分手還就可以 立刻跟那個另外一個男生在一起 那根本就蝗蟲了吧 你不要想我們女生 你們男生也會好不好 我有一任男朋友 他就是沒有空窗期這件事 就是那時候他就是想要追我 然後就是跟我曖昧 然後他生日那一天 我說你生日要怎麼過 那我幫你慶祝好了 他就說 我要跟我一個女生朋友慶祝 我說為什麼你要跟一個女生朋友慶祝 不是跟我這樣很奇怪 對啊 那時候還在曖昧 然後他就給我看 他就給我看那女生照片 他說你看就是只是一個普通朋友 那人就長得很普通 然後我就說 可是你照理講很奇怪啊 你生日怎麼不是跟我 是要跟那個女生 不然一起啊 我說 因為他說都不認識 那是他大學的同學 然後好他就去過 過完之後呢 反正沒多久我們兩個就在一起了 然後在一起之後 然後後來我們兩個分手 他很快的又不到一個禮拜 他又交了新的女朋友 然後那時候我才從他朋友得知說 其實他那時候說的他女性朋友 是他的女朋友 可是快分手了是不是 他快分手了 然後那時候他 他就後來 我男朋友跟我講說 這個女的是他已經分手的女朋友 只是他們生日好像是在同月 就差沒幾天然後一起過 他不想讓那女生難過 因為那女生還沒有走出傷痛 所以他陪他一起過生日 所以他還沒分手 他就已經先把下一個找好了 已經找好我了 然後等到我願意跟他在一起了 他才跑去跟他那個女朋友講說 他們要分手